通告地产市场即将下跌 大家做好离场准备 相信很多目前受访的客人 看到上面这个小短片 会深有感触 还记得在2月份的时候 每个新房列出来 不到一周就有2,30个offer进入 每个listing都会以破一路的方式出售 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 3月跟2月简直是两个市场 好像一夜之间就回到了解放前 难道房价就这么跌了 大家好我是一飞 一个专注于大瀑布地区的地产经济 今天一飞来聊一下 大家目前最关心的 同时也是地产经济最忌讳的话题 房价下跌 相信最近大家都听说了 房地产市场好像不如1,2月份那么火爆了 一进入3月 好像有人突然按下了暂停键 上周我一共有3个房子统一收offer 结果居然一个都没想起来 这简直是一飞从事地产行业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滑铁路 接下来的一周 每天都在安抚客人 平复客人心情中度过 你干我酒夜 经过了这一周的挫折 我就想详细分析一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 发生了什么 难道房价下跌真的要来了吗 如果您时间紧张 一飞先给您个结论 在未来的三个月或者半年 房价会迎来一轮下降 跌幅会在10%左右 如果您手里有房 准备近期出售 请不要再等待 尽快出售 能拿到一个好的价格 接下来我就从短期 中期 长期 三个方面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还是那句话 以下分析都是一飞的个人看法 如果您有不同意见 欢迎留言 抒发不同见解 这期的视频比较长 请大家点个关注 方便继续观看 也方便您以后观看我更新的视频 短期 就算2021年涨幅达到了历史最高 房价也不是每个月慢慢涨上来的 很多客人有一个误区 当市场好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这个价格应该一直往上走 如果这周的价格 比上周的价格少了 那一定就有声音开始传出来 哎呀价格要下跌了 哎呀市场不好了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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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价上涨的正确的比较方法 应该是从去年的同期开始对比 而不是从上个月对比 也不是从上周对比 但是我们的客户 往往都是跟上个月对比 跟上周对比 甚至跟昨天做对比 您这不是在自寻烦恼吗 去年2021年是近20年涨幅最夸张的一年 每个月上涨也不是成一条直线的 看这张图 是2021年中价位的走势 如果把这张图的走势展现给大家 您是不是想起来点什么 即便是破涨幅记录的一年 我们也还是对房地产市场充满了恐慌 二月份的时候肯定有人说 房价涨了不正常 很快就会跌回来 三月份房价稍稍有点下降 马上就有人说 房价已经开始下跌了 准备跑路吧 四月份涨幅稍稍放缓 就有人说 房价已经放缓了 房价马上就要开始大幅下跌了 五六月份就算基本没有变化 还有人开始说 现在放缓了 已经到拐点了 七月份虽然这些人啪啪被打脸 直接房价穿了个新高 结果还是有人唱衰 这种涨幅不正常 赶紧抛售 八月份下跌幅度稍稍大了点 立马就有人开始说 经济危机将再次爆发 九十月份又上涨了一大块 还是同一波人 这个时候人家说了 金九银十 这是最后的疯狂了 十一月一开始放缓 又是同一波人开始说 看房价不会长久的 赶紧入贷为安吧 十二月份房价稳定的时候 又有人说了 这种不跌的市场是不会长久的 明年房地产市场将会崩盘 等到2022年怎么样 又陷入上面新一轮的畅衰 总之 无论市场如何 畅衰地产市场就有观众 说地产市场会好的 那你就是在营销 只要你说房地产市场要下跌 一定会有一大部分人来复合 只要你说房地产市场会好 就有一堆人来反对 你说什么 这是为啥呢 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买不起房子的人多 当你说房价下跌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观众来看 每个月都会有一大波人 畅衰地产市场 让我们再来看看过去五年的地产行情 每一年其实相比上涨 下跌的月份是占多数的 基本上的走势 大致都是上半年和下半年 只有一两个月在涨 然后用几个月的时间 平缓和下跌来消化这次涨幅 其实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市场一好 肯定出售的房子就多了 房子一多 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价格一下来 出售的就又少了 出售的少了 房价又高了 从2009年到现在 房价是一条巨齿的曲线 而不是一条抛物线的平滑线 就像国债这种风险为零的投资 都不敢保证是一条直线 更别说咱们的房价了 那种一遇到房价小幅波动 就开始担心天塌下来的客人 真是完全没有必要 你要是能算出来 这个月是涨是跌 你也不用在这炒房了 直接去买彩票 肯定比买房卖房赚得多 那么既然是正常的波动 依非为什么还说 未来的三个月到半年 房地产市场一定会迎来一波下降呢 这是这么大个会事啊 首先 最近疯传 央行今年连续加息 加息肯定就会影响房价 影响贷款 再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 房价下跌 已经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第二 大家来看这张图 2021年12月的中价位是68万5 今年二月份的中价位已经高达80万5千 两个月时间的涨幅已经高达了17.5% 这种涨幅绝对不是正常的 就算破了历史记录新高的2021年 全年的涨幅也就是25.68 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肯定会消化涨起来的这17.5% 或许下降或许平缓不涨 只要房地产市场稍微有点下降 或者几个月连续增长放缓 肯定就会有媒体的声音开始出来了 地产市场要崩盘了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想卖房的客人肯定会感觉到更洪荒 肯定会有更多的库存放出来 库存一旦多起来选择就多了 选择多了 那么价格就会下降 这种供求关系的知识咱们初中就已经学过了 所以我才说 未来的三个月到半年 地产市场一定是往下走的 一二月份已经吃掉了大部分的全金涨幅 未来的三到六个月要消化这种涨幅 一旦房地产市场加息 媒体就会骚动起来 大肆宣传房价要下降 造成民众恐慌 市场就会有大批的房子裂出来 造成库存积压 咱们拿最近几天的listing来举例 市面上有七十几个房子裂出来 出售的房屋只有三十几个 那么市面上第二天就有将近40个房子的库存 这可是每天的库存量 这么一周下来就有将近200多个房子 这还只是在铺库地区 那么经过三到六个月的积累 那么会多到什么程度 这么多的库存在市面上 价格不降下来那才是出滚的吧 快要快要 库存一旦多了 屋主们肯定觉得这不好变现 觉得出售就不划算了 还不如出租呢 市场库存就又开始减少 库存一少 那么价格不就又回来了吗 所以咱们短期来看 未来的几个月肯定会有一定的库存增加 库存增加就会导致价格下降 如果房价每年都上涨30% 这个国家就要崩溃 房地产是民生行业 国家必须要控制 我们正常人都是一种储力群体 哪里的收入高 哪个专业赚钱多 往往大家都愿意去干这个行业 房地产庞大的衍生行业 的的确确产生了许多的就业机会 咱们也有不菲的收入 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 又不能单凭着房地产来决定 服务行业IT行业 哪一项都必不可少 房地产只是诸多就业行业的一个环节而已 正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 市场如果只有房地产一家独秀 那么这个国家经济成长一定是畸形的 国家如果再不加以控制 很容易造成国家收入单一 国防科技等各方面的人才都会减少 其他方面的收入都会大幅度下降 按目前情况来看 疫情刚刚退去 国家着急恢复生产 全面开工 这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 房地产行业经过咱们这两年畸形的发展 目前已经到了全民炒房的阶段了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对于小部分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致富良极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讲 却成为一个灾难 中长期来看 国家一定会加以控制 随着移民增加等大方向的变化 房价未来 总体上来看还是会上涨的 但是这种涨幅是要在国家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能像拖了江的野马一样 疯狂把所有的行业都甩在了后面 您想 如果一个街头卖菜的老太太都吵着要去炒股 您觉得股市正常吗 现在这个情况跟这个也类似啊 如果一个国家全民去炒房 三月份买来的房子 六月份卖就能赚十万块钱 您觉得这个房地产市场是正常的吗 从长远的国家发展来看 国家一定会控制这种增长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三头林立 各个党派都有自己的组建 执政党反对党大家勾心斗角 本正你赞成我反对 你反对我一定赞成的态度 打压房价这个事会缓慢执行 一定会达到一个平衡 不会一刀切 更不会来一个什么限购啊 这种极限操作 之前刚通过的不让外国人买房的政策 现在这不就又被推翻了吗 但是做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得罪一大批选民 所以两个党啊 长期来看肯定会达成一个共识 既然都知道房价这么涨下去 国家就毁了 最后啊 肯定还是温水煮青蛙 请一个第三方来缓慢的遏制 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个第三方很不幸的就是咱们银行了 所以才有央行一年加息六次的传闻 到底可不可行呢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金融话题了 涉及经济稳定的话题 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了 自然有经济学大神发表见解 那么天空掌声 既然是为了维稳 那么房价就不会一味野蛮上涨 会平缓过度 最多整体涨幅还是跟去年保持一样 上面说了 去年全年的涨幅在25.68% 有人会说了 这25.68%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可能您是对年增长率有什么误解 巴菲特老爷子您认识不 巴菲特在2020年 自股东的信中披露 他创立的公司 从1965年到2020年 累计实现了28,105倍的收益 年化率为20% 公司的一股 注意 是一股股票价值30万美金 被誉为业界神话的人 每年的年化率也就是20% 如果房市每年年化率都在25.68% 那么咱们只要有房的人都是巴菲特 你全家都是巴菲特 不 巴菲特都是垃圾 咱们比巴菲特的年化率都高5.68% 我的天哪 话说回来 就算2022年的房地产涨幅保持在历史最高点的25.68% 1到2月目前已经涨了17.5% 眼下这才3月份 2022年咱们还有9个月没过呢 我们还剩下8.18的涨幅 也就是说 就算每个月都在涨 那么每个月的涨幅都不到1% 每个月不到1%涨幅 这跟跌了有什么区别呢 依着房地产市场的药性 肯定不会剩下的9个月 每个月都稳定的上涨不到1%吧 接下来的剧本肯定是连续几个月下跌 然后下半年突然就会有几个月冲锋一样 上涨个5%10% 把市场拉回来 长期 经过依非上面的短期中期分析 长久来看 我们将会如何面对未来的地产市场呢 依非这里只说瀑布地区 多人多的地区不在我们这期视频讨论范围之内 首先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 每年年化率25.68%的地产市场 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地产市场 地产市场的年化率 基本应该维持在每年5%左右 才算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地产市场 依非在这里不说什么人口增长 移民增多 住房不够 这种有的没的 这些话题 这些说法离我们都太远 咱们就从自己真金白银兜里掏出的钱来说话 疫情之前 我们买一根二乘四的木方多少钱 2块7毛 现在多少钱 9块9毛8 盖房子是需要这些建筑材料的 单从一根简单的木头来看 建房成本就增加了300% 疫情以前 盖房成本220块钱一平尺 一个2000尺的房子需要成本44万 现在就算400块钱一平尺 盖一样的房子成本就要80万 而且这只是被动成本 材料成本 这些是硬性花销 就算每个房子建筑商赚的钱都一样 都是10万块钱 以前的房子44万的成本赚10万块钱 卖54万就可以了 现在赚10万块钱要卖到90万 所以说真的是房子贵了吗 大部分房价涨幅是被成本吃掉了 如果建筑商要说话的话 这个锅我们不背啊 这种硬性成本短期内很难降下来 或者说不是我们主观意识能降的 疫情这几年材料确实短缺 目前世界刚刚重启 还是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恢复的 这种硬性成本一旦下降 房价下跌 你让这两年以内买新房的人情何以堪啊 材料恢复疫情前的价格 这就不单单是房价下跌的问题了 这就意味着是通货膨胀为负负 因为发生经济危机后 并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通货紧缩 一旦通货紧缩 就意味着经济危机要发生 一旦经济危机发生 各类资产的价格就都要下降 各类价格下降的意思就是 钱更值钱了 你持有资产 实际上是要亏钱的 另一方面 经济危机发生时 人们最关心的可能是 能不能吃饱饭了 所以啊 材料价格下降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房价下降 而是经济大萧条和经济通缩 这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恐慌 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任何政客都不会去做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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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长期经济来看 材料成本也不可能下降 材料成本如果不能下降 建房的成本就不会下来 成品房的价格也不会下来 二手房市场是跟着新房市场走的 新房市场如果不下降 那么二手房就更不可能下降了 这里我只说瀑布地区 毕竟瀑布地区的平均房价 目前还是少于建新房成本的 房价从长期来看 想下降很难 最差也就是保持现状 疫情不会一直这么蔓延下去 经济一旦恢复 政府一定会想着软着陆 用增加利息啊 收紧贷款啊 等一系列的策略 减少买房的群体 买房的人少了 房价自然很难再往上走 这个地产市场将会在未来的几年 在保持现有房价的价格基础上 缓慢的恢复到每年5%左右的涨幅 总结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 易飞从短中长三个阶段 对瀑布的房价进行了一次分析 这里呢 易飞想到了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孩 一直想要一块糖 这天呢爸爸妈妈给他一块钱去买糖 小孩高高兴兴地跑到了糖果店门口 结果摔了一跤 这一块钱就滚到了下水道里 小孩这个哭啊 这时候旁边有个路人看到这个小孩很伤心 就问他怎么回事 孩子就说了前言后果 这个路人说 哎呀你别哭了 我再给你一块钱 你去买糖吧 结果这个小孩哭得更厉害 路人就问 哎怎么我给你一块钱 你哭得还更厉害了呢 小孩说 如果我之前的一块钱不丢 我不就有两块钱了吗 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 最近这段时间 很多业主开始恐慌 怕房价下跌 但是如果没有这场疫情 大家就谁都没有这一块钱啊 市场虽然放缓了 我们这一两个月的涨幅 已经有17.5%了 这不相当于路人 已经提前给了我们这一块钱吗 我们的价格 至少跟2021年的最高点是一样的 甚至还更高啊 也就相当于最近这一两个月的一块钱 掉到下水道里吧 现在咱们要做的 就是您别让之前这一块钱也损失掉 您说对不对呢 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一期的视频 咱们就录到这里 我是一飞 一个专注于大瀑布地区地产买卖的地产经济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大瀑布地区地产行情 请您加我的微信和电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